8月10日 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宣布辞去州长一职 该决定将在14天内生效 纽约州地检署在8月3日发布的调查报告称 库默对多名女性进行性骚扰违反了州法律 库默多次否认该指控 但在讲话中称 他与人们过分亲密 并对这些女性道歉 此前美国总统拜登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及纽约州超过三分之二的州参议员 呼吁库默辞职 62岁的民主党人来自布法罗地区的前国会议员 副州长凯西霍楚将会接替库默 成为纽约州首个女州长 美国联邦参议院8月10日 以69比3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总金额为 一兆2000亿美元的加强基础建设现代化法案 这项法案如果在众议院也通过 将是总统拜登的一大胜利 这份经过数月定制的法案 要求联邦政府新支出5500亿美元 用于改善美国日益老旧的基础设施 包括投入资金减缓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 法案接下来将送交众议院审议 但仍将面临障碍 议长南希·佩洛西曾表示 在参议院通过3.5万亿美元经济计划预算案前 不会允许众议院表决这份跨党派基建法案 另外众议院也可能寻求修改基建法案 美国劳工部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全美职位空缺自5月的950万增至1010万 创下历史新高 雇佣人数从600万上升至670万 但企业仍有一定程度的缺工问题 6月有390万名劳工离职 显示民众有信心找到条件更好的工作 不过民众目前仍对重返职场抱有健康疑虑 以及失业救济金的延长给付 都让失业劳工没有迫切地寻找工作 据ABC7 News8月9日的报道 美国CDC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感染过新冠的人再次感染的可能性 是接种疫苗者的两倍 在CDC的研究中 部分在2020年感染新冠的居民 在今年5月至6月期间再次感染了病毒 与此同时 德尔塔变种病毒在全国范围内加剧 最新数据显示 mRNA疫苗在预防住院方面的有效性 仍然超过90% 加拿大8月9日迈出因新冠疫情封关后 重新开放外国人入境的重要一步 已经充分接种加官方所认可的新冠疫苗 且满14天的美国公民及美国永久居民 可从美国入境加拿大 这是加美边境有限度封关近17个月之后 加拿大单方面采取的放开措施 美国政府则已将美加边境的通关限制措施 延长至8月21日 加政府计划从9月7日起 对已完全接种加方认可疫苗前满14天的 所有国际旅客放开入境 加政府目前认可的新冠疫苗包括 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研制的疫苗 8月10日 法甲豪门巴黎圣日尔曼官方宣布 签下前巴萨球星梅西 负责审核法国各大俱乐部账目的 法国国家管理控制局表示 大巴黎想要保持账目平衡 就必须出售球员获得1.8亿欧元的收入 此前据媒体报道 大巴黎将出售10位球员以筹集资金 其中包括伊卡尔迪、埃雷拉、拉菲尼亚等球星 中国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8月10日对加拿大籍被告人 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走私毒品上诉一案 依法进行二审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原判 并依法报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